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老条 本期带来部经典之作《死亡诗社》 威尔顿是一座贵族中学,已经有100年的历史 在100年之际,该校举办了龙中的校庆仪式 威尔顿一直秉承着传统、荣誉、纪律、优秀的校训 职业时的这100年来,他们培养了无数的精英人才 校长在大会上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学校新招聘了一名英语系老师基丁 他也曾是这所学校的优秀毕业生 新学习开始了,父母们把孩子送到这里 刚入学的新生,半大的孩子哭得不想上学 昏久的老生则在这牢笼般的学校生活得如鱼的水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他们的校训也早就被改成了 嘲弄、恐怖、颓废、排泄 托德是新来的优秀学生 对于威尔他们嘲笑时的更改校训不屑一顾 在这里学习的学生真是压力山大 除了学校会时刻关注他们的学习外 家长也经常会和老师们沟通调整他们的学习进度 尼尔听从父亲的命令不仅要在假期上补习班 还要在开学后放弃自己的课外活动 总之和学习无关的事情都不要做 哲弥的每一位学生都被给予了很高的期望 他们要按照父母的规划成为医生、大银行家、大律师 教学成功离不开大量的作业 每一门老师都布置了很多的作业 并且他们在课堂上布置一遍地强调作业的重要性 然而有一位老师却十分的特殊 他就是新上任的鸡丁老师 第一堂课他就把所有的学生带到了教室外上课 这让学生们稀里糊涂 搞不懂老师在搞什么鬼 他此复的介绍也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大家可以叫他鸡丁也可以叫他船长 鸡丁让大家看陈列墙上的前辈 他们如同现在的学生一样优秀 现在的学生能否抓紧时间 让生命变得不同寻常 第一节课老师就告诉他们要把握自己的命运 但他们真的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吗 第一堂课学生们就云里雾里 第二堂课更是荒唐 直接让学生们撕书 对于书中提到的鉴赏诗歌的方法 鸡丁觉得完全是屁话 学生们在老师的不断催促下 连带着前沿都死了下来 他的教育方法有些粗暴 却告诉了学生们的真理 要学会自己思考 学会自己欣赏文字和语言 文字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不仅如此 他告诉了孩子们 诗歌美丽浪漫爱情至人活着的意义 人的一生短短数十年 时间不会因为某个人的驻足而停止不前 这数十年中 一些人去追求崇高的职业 却忽视了内心的真实感受 和那些充满激情的诗歌 文字 自我和生命的问题 总是不断的出现 毫无信仰的人群 穿流不息 城市充满着愚昧 生活在于其中的意义 在于自我 在于生命 因为生命和个体存在 伟大的戏剧在继续 你可以奉下一首诗 吉丁老师的话 点燃了学生们心中的激情 他独立独行的讲课方法 引起了学生们对他兴趣 他的资料 很快就被学生们翻了出来 在他的高中履历中 有一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吉丁老师曾经还加入过死亡诗社 每次他们还向吉丁老师求证了 什么是死亡诗社呢 那个俱乐部已经成为历史 是现在不能够存在的俱乐部 死亡诗人 致力于吸取生命的精华 那是一群对诗歌爱得疯狂的人的聚会 他们会在伊尼安山洞里面 轮流浪图 惠特曼 索伦 雪雷的 以及自己的诗歌 诗歌为生命 读诗犹如诗堂 从吉丁的眼中 可以看出他对那个组织的热爱 尽管如此 他还是不愿意留下死亡诗社的任何痕迹 让孩子们烧掉那份简历 死亡诗社激起了尼尔的兴趣 他激起了一群痘痛到河的朋友 决定在当天晚上前往伊尼安山洞 感受一下死亡诗社的兴奋 夜晚很快到来 他们夺过了巡查老师 一行人穿过了农漆古屋森林 到达了山洞 尼尔宣布死亡诗社的回复 他们第一次会议成为了夜晚晚餐 一些人读的也不是诗歌 而是神秘的鬼物诗 他们都抱着玩玩的心态 来参加这个俱乐部 只有尼尔读了一首正经的诗歌 紧接着 他们的诗歌变成一首诗歌rap 基丁课越来越有趣 他能够把枯燥的沙士比亚的诗歌 讲解的那么有趣 让学生们站在讲台桌子上 身体力行的去体会 拿不同的眼光去看世界 自从基丁点燃尼尔的激情之后 他开始尝试 自己一直很习惯 却未敢尝试的东西 中夏夜之梦的演员招募 尼尔很想去试一试 但托德给他当头一棒 提醒他 爸爸是不会让他去参加的 尼尔认为 没有尝试就放弃是十分懦弱的 他觉得托德就是一滩死水 加入了俱乐部 却没有该有的激情 他拿走托德手里的尸体集 要帮助他变得更加疯狂 青春不应该就是疯狂的吗 为什么总是要听从安排 吉井老师的诗歌 从室内演示到室外 在户外更加有利于发挥激昂的诗歌 还能顺便练习一下踢球 很快尼尔通过了角色面试 为了能够去参加表演 他围造了一封 父亲同意表演的亲笔心 他的行为真是越来越大胆了 吉井上了这么多天的课 也到了建议学生们学习成果的时候了 他们的写诗水平参差不齐 有的也明显是应付才诗 有的干脆就不写 不是托德不想写 他憋了一个下午 都没有写出让自己满意的诗歌 他一直都把写诗当成写作业 就像做物理化学作业一样 这样的想法 当然不能泄出令人满意的诗歌 为了激发托德的激情 吉丁让他咆哮出来 让他发挥想象 说出心中的感受 在他的启发之下 他竟然揍出一首 让他自己都感觉惊讶的诗歌 学生们越来越喜欢吉丁老师 他的出现 让枯燥的学生时代 多了一抹亮色 现在他们一有空 就聚集在山洞里 讨论着美妙的诗歌 吹着单黄管 甚至学着大人的模样 吸起了咽头 罗斯克也变得疯狂起来 他搭着胆子 向心仪的女孩子打电话 只要迈出了第一步 就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他的女神主动邀请他参加晚会 就算是去做陪训 他也心甘情愿 即将让他们在户外走步找圈 从中他们探讨着顺从的问题 在别人的影响下 很容易变得不掉一枝 读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会越来越少 坚持与众不同的信仰 是很困难的 即使那些信仰 在别人眼中是很怪异的 很讨厌的 都不应该轻易顺从 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步伐 对于这些话 大家都深有感触 托德生日到了 可他并不高兴 父母送给他的礼物毫无新意 每年的礼物都是一样的 尼尔认为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会飞的文具盒 听他这么一说 托德将自己的文具盒跑了下去 原本是让人抑郁的东西 一下子就入了有序的灵魂 不想要的东西 就这么处理也是不错的 因为没有什么 比自己的心情更加重要的了 原来的他们 完全不敢有任何余句的行为 这都是受鸡丁老师的影响 不只是他们 所有人都有所改变 查理带着女孩子到山洞去 用口号往自己的脸上画下印记 还以死亡失色的名 向校方投稿 要求招收女生 诺斯克在派对上 吻了他的女神 遭到一阵毒打 查理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 校长很是生气 他希望那个人能够主动站出来 没想的是 查理不但不认错 反而变本加厉 在大会上竟然开玩笑 以上帝的名誉 要求学校招女生 他的行为受到了严重的惩罚 让他说出死亡失色的所有成员 并且当众道歉 校长还找到姬丁老师谈话 他很不认同姬丁老师的教学方法 叫他不要再随意更改 姬丁并没有责怪查理 而是让他聪明一点 在某些时候要大胆 有时候要小心 不过渐渐是姬丁老师麻烦的开始 尼尔话剧的事情也被父亲知道了 父亲非常武断 他要求儿子辞演 并且断定这一切都是受到姬丁老师的鼓舞 即使第二天就是演出日 也依旧不能改变他的心意 面对父亲的说教 尼尔并没有反抗 答应了他的要求 晚上他来找姬丁老师谈心 难道应该放弃话剧吗 那是他热爱的东西 他不想就这么失去掉 可他不能去反抗 不能让父母伤心 父亲供他上贵族学校不容易 他身上承载了家庭的所有希望 在姬丁老师的建议下 他要赶在演出前获得父亲的同意 诺斯克向自己的女神表白了 虽然他没有得到答案 但至少他做了应该做的 最快的结果无非是拒绝 姬丁老师很关心尼尔 询问他谈话的结果 尼尔谈到父亲有些仓促不安 他说父亲很生气 但是同意他的演出 可他又要出差 不能来看演出 尼尔会演好的 这仅仅是开始 以后还会有机会 戏剧开始了 站在舞台上的尼尔 仿佛已经不是他了 他就是戏中的那个精灵 父亲并没有出差 而是来到剧院 尼尔有些不安 因为他知道 自己根本就没有获得父亲的同意 不过这种不安稍纵短 站在舞台上 他就是那个角色中的人 不听不想 任何和角色无关的事情 他要任性一次 过一次戏中的人生 表演结束 所有人都在庆祝演出成功 其中不发有夸赞尼尔的人 父亲一点都不开心 他十分气愤 尼尔违背了他的话 去参加了该死的演出 儿子的梦想 在他看来就是浪费时间 他会被父亲送到 纪律更为严格的布莱登君校 然后考上哈佛 之后成为一名医生 未来十年 他都要生活在困住心灵的牢笼中 他没有跟自己的父亲争吵 而是再次选择了顺从 他知道争吵和反抗 只会让他心更加的煎熬 父亲压制了他的疯狂 压制了他的梦想 也压制了他对人生的希望 深夜他足自站在窗前 带上精灵的头冠 最后一次去感受角色的魅力 和他那无拘无数的人生 之后他缓缓走下楼梯 拿出一把枪 他是那样的平静 对这个世界没有意思的流列 父亲突然从噩梦中睡醒 他找到开枪自己的尼尔 他们唯一的儿子 就这样离开了他们 尼尔的词讯很快就传到学校里 最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就是托德 他们是室友 更是朋友 他不明白这么一个善良 乐观的人 为什么会选择死亡呢 吉丁老师也很痛苦 他应该早点发现这一切的 如果再细心一点 或许他能够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泪水能够表现悲伤 却再也无法挽回生命 学校彻查这件事情 同学向学校说出了死亡失射的事情 他把责任都推到吉丁的身上 为了不被开除 一些人选择了自保 他们默认是在吉丁老师的鼓励之下 创办死亡失射 只有查理被开除了 因为他先前的反抗 学校拿他开刀 与此同时 吉丁老师也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岗位 他并不责怪这些学生 托德突然站起来 为自己的老师呐喊 那些身受死亡失射 气质感染的学生站在桌子上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去支持自己的老师 支持他们的传长 他们永远是识人 即使身体被束缚 但是心永远都是独特的 这正是吉丁老师所希望看到的 写事的诗人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篇是美国经典艺术电影 死亡失射 人们都在说青春是疯狂的 但当我们回忆起青春年华时 却发现我们的青春 被一切的安排所占据 我们造作的心也一直被压制 没有一刻称他上疯狂 顺从成为了我们的代言词 从我们艺术称 就是为了一个美好的将来 可是什么是美好的将来呢 难道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实现自己的梦想吗 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正如里面台词所说一样 我不如丛林 因为我希望活得有意义 我希望活得深刻 吸取生命所有的精髓 把非生命的一切全部击溃 以免在我生命终结时 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 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中 该走什么样的路自己决定 道路漫漫 我们必须试试 所有人曾经说 大多数人都生活在 平静的绝望当中 即使看起来似乎愚笨或者错误 我们都必须试试 因为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 这是一部直击心灵的电影 老油条我十分推荐本篇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